因为我爸妈也是参与当年修路的人员之一 再上我自己也做这一类的 我知道你是其实是离开过村子 后来又回来的对不对 当时其实我是不愿意回来的 因为我叔叔给我打电话 也可能是把我打得太烦了吧 我就请假回来看了一下 就当是回家探亲了嘛 也赶巧啊 我回来当天遇到了毛之叔 我们在一起聊了很久很久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了 靠在那个床上想了很久 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回来呢 我在外面我也是给别人打工 我回来我还是打工 但是理念不一样 我回来我是介绍我自己的家乡的 我现在呢 是开着我一百多万的挖解机 在修一条旅游环线 等这条路贯通以后啊 不光是可以带动我们村 其他隔壁几个村 还有甚至是隔壁线的一个 一个旅游经济的一个发展 一个发展链 明白明白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夏庄天路 可以说是脱贫攻坚的天路 但是呢 现在我们小元他们修的这个旅游环线啊 可以说是乡村振兴的制服路 是对 谢谢大家